大家快来看 这个大铁门呢 竟然是湘飞地宫的入口 这个门一关上 湘飞呢就永久被封割在里面了 那么咱们今天啊 从这里下去看一看 去闻一闻 湘飞呀到底香不香 因为在历史上呢 都相传呀 湘飞身上有香味 欲容未尽 方向其人 把乾隆皇帝给想的是五米三道的 今儿个呀 咱们从这个门呢就走下来 进去一探究竟 走了 哇这里边真凉啊 这里边进来之后 感觉浑身呀凉嗖嗖的 而且温度也就是11度左右 湘飞在历史上啊 她是这个新疆人 新疆维吾尔族的女子 相传当时呢 被这个皇太后给刺死了 其实这是电视剧杜传出来的 真正湘飞是病死的 这也就是湘飞的官国了 其实湘飞呢 在历史上面 她不叫湘飞 她叫做戎飞 为什么呢 当时乾隆23年 新疆大小合卓闹叛乱 后来赵惠将军去攻打之时 结果呢 这个湘飞 也就是荣飞 他们的家族 帮助了清朝作战 后来立下了汉马功劳 之后呢 就被赵惠带回了京中 而且27岁的湘飞呀 就嫁给了乾隆皇帝了 她当时在宫中生活了28年 55岁 寿终正寝 之后呢 就葬在了河北尊化的 青东陵 玉飞元寝之内 那么这座地宫 当时打开之后呀 并不知道是谁 因为呢 没有记载 历史上啊 都说有香飞 并没有荣飞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得到证明的呢 1979年 这座地宫 由于发生了 有的地方 塌陷下去了 后来咱们上报了 国家的文物管理局 对地宫啊 进行清理 当时打开之后呢 发现积水是相当深 达到了两到三米之深 棺材板漂了一层 把水抽干净以后 在地下 发现了香飞的头颅 而且呢 还有棺材板 哈达残片 猫耳石等 他们把这东西 全部拿到北京 高科技鉴定 最后经过复原 说香飞呀 她肯定是少数民族女子 眼窝深 下额突起 全顾高 这不典型的新疆人特点吗 然后在棺材的前边 这个位置 在那个时候呀 还有一段文字 叫做古兰吉祥经文 把它翻译过来呢 是以真主的名义 证明了死者的 民族宗教信仰 是伊斯兰教 还有他棺材里边 还陪葬了猫耳石 在清朝皇宫里边 只有妃子以上的级别 才能够陪葬猫耳石 另外呢 还找到了一个吉祥帽 还有哈达残片 以上这些东西 通过鉴定呢 他们知道了 这个人呢 就是香飞 但是呢 在历史里边 他就叫做戎飞朋友们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和这座房子的主人 约翰拉贝 说声谢谢 南京大屠杀的期间呢 只要你躲进了这个房子 日本人就不敢追杀 因为这位善良的拉贝先生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拯救了25万的中国人 但是他的晚年的时候呀 连一块最便宜的面包呢 他都买不起 进来之后 旁边就是约翰拉贝的雕塑 他是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 他的父亲是一名船长 他从小从父亲口中 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 让他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由于父亲的离世 他不得后来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去社会谋生到了西门子公司工作 后来呢 就来到了中国 1931年的时候 他来到了南京开拓业务 这里呀 就是他当时居住的地方 没想到在1937年的时候 抗战爆发了 日本轰炸了南京 他想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力量 为南京的人民带来一些方便 就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面 修架了这样一个地下防空洞 给他自己的佣人 以及附近的居民来居住 并且呢 他还联合了南京的外国人 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任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划出了25个安民区 拯救了25万的中国难民 他的这栋房子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安全区了 这张就是拉贝的知识照片了 因为拉贝是德国纳粹分部副部长的身份 日本呀也不敢进攻 为了迫使中国人自己走出安全区 日本人呢 竟然切断了拉贝的补给 此时的拉贝身患重病 他依然拖着疲惫的身躯 从外面偷偷的运进来粮食 他花光了自己 所有的积蓄 为中国人画出了一片 没有屠杀的天堂 当时的拉贝每天坚持在写日记 这就是著名的拉贝日记 2000多页的日记 成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后来日本多次向德国去施压 迫于日本的压力 最终拉贝先生被西门子公司 强制召回了德国 在离开安间区的那一天 人们将一块大红绸布献给了拉贝 上面写着 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回到德国之后 拉贝依然不忘初衷 为解救中国人而继续努力 他四处奔走 四处演讲 还多次写信 来控诉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也因此他被德国关押 一直到二战胜利之后 但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依然被多次关押 最终他获得了自由的使号 他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连一块最便宜的面包 他都买不起 当拉贝的消息传到了南京之后 南京市民自发组织募捐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筹集了一个亿 兑换成美元 以及物资送到了拉贝的手中 拉贝当时感动的是热泪盈眶 这张就是拉贝写给 南京市长的感谢信了 对拉贝的资助一直持续到了 1950年拉贝去世 他的家人把他葬在了德国的柏林 1985年 拉贝的墓地使用期限到期 家人没有钱再续租 只能把拉贝的墓碑带回了家里 放在了车库里面 后来南京人民政府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是非常的重视 于是呢 出资续租了拉贝墓地的使用期限 并且重修了拉贝的墓 他的墓碑旁边铺满了南京的雨花石 原先的那块墓碑 在1997年的时候 被他的孙女捐给了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同胞的纪念馆 一直放到了今天 2020年 一场瘟疫席卷了全世界 中国驻德大使馆收到了一封来自拉贝孙子的求助信 他的家人被确诊感染 希望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味药品和口罩 得知消息之后的南京市民 用最短的时间捐赠了200多套防护服 620多瓶药品 3万多只口罩 送到了德国的海德堡 这就是知人土豹的中国人 这就是尊敬的拉贝先生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和平勇士 关注墓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个就是季公当年晚上睡觉的石床 季公俗名李修元 出生在浙江台州天台县 祖上是皇亲国戚 他自小饱读诗书 心地善良 不幸的是18岁的时候 父母双亡 他为父母守孝了三年之后 在杭州西湖的林寅寺 拜高僧慧远为师 赐名道祭 因为他平时不守寺庙的戒律 每天装疯卖傻 到处游荡 所以人们叫他祭奠 也许有人会问了 既然他是林寅寺的和尚 为什么不住在寺庙里 而是跑到这里睡觉呢 那是因为季公和平常的和尚不一样 他相信酒肉穿肠过 佛祖身中流 所以平时喜欢喝酒还有吃肉 有的时候回来晚了 林寅的山门关了 他没办法进去 只能够睡到这个山洞里面的石床上面 他是左手拿着美酒 右手拿着狗腿 一口美酒一口肉 那是相当的逍遥自在 而他吃肉呀 主要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这个肉的味道 而是为了超度他们 而让这些狗来试呢 都能够变成人 不幸的话呢 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现在呀 还有最后一只没有被超度的狗 咱们看一看石床的表面 油光正亮的光滑如镜 这都是被人摸出来的 据说呀摸摸石床头 一辈子不发愁 而且呢摸一摸石床的尾 顺风又顺水 其实木子在这里呢 替屏幕前的您呀 好好摸一摸 祝大家都能够顺风顺水 不发愁 收到了吗 收到了 打一拨收到了 关注木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知识 谢谢大家 好